四岁那年,被亲生父母找回的我第一次被保镖带到了那座富丽如宫殿的半山别墅 假千金穿着精致的蓬蓬裙,带着几千块的发卡过来问我 你是宝洁陈怡的女儿吗? 天真又纯洁 按照养父母养出的性格,我应该被这阵仗吓得不知所措 但不好意思,这次解释重生的 睁开眼,车窗外景象婆娑倒退 除了小小的缩在真皮商务座椅的我 就只有驾驶位上穿着黑西装,戴着墨镜的保镖了 我的眼睛无神地望着窗外,没有一点稚嫩,甚至有点无聊 搞不懂像这种重生的机会 为什么要给我这个没有一点活着欲望的人 按我回忆了一下,上辈子好像是自杀 好像是吧 车速飞快,沿着前世的轨迹 是像困了我一辈子的地方 别墅处处透着豪华 只有象征上流社会的人才有资格居住 在别墅里有着最幸福的一家四口 爸爸是财权滔天的总裁 妈妈是美丽优雅的富家太太 哥哥是温柔帅气的妹控 天真乖巧的妹妹是家里的团宠 家人最宠小女儿,直到她四岁才舍得送她去幼儿园 戏剧性的是,入园体检的时候,她们惊恶地得知她们疼爱了四年 是如心肝肉的掌上明珠,竟然不是自己的亲生的 而真正的亲生女儿在出生的时候就被人掉了包 四年来一直生活在落后的偏远小渔村 虽然难以接受 但豪门父母还是第一时间 把远在渔村的亲生女儿接了回来 可他们不会预料到自己以后会为了假千金 对这个接回来的女儿说出那句 你这么恶毒,当初我宁愿你死在外面 那个向来对所有事物和煦温柔的哥哥 也会挡在假千金的面前提防地看着自己的亲生妹妹 出声警告到得饶人处且饶人 从小联姻没有见过几面的未婚夫 也会满眼鄙夷地望向自己 从被找回来以后 所有人都觉得假千金更好、更乖巧、更可怜 看似回归了富贵生活的真千金 永远活在了被比较、被嫌弃、被陷害的一生 渴望被爱、被爱所伤 脸庞上感受到了温湿的液体 是眼泪 可我感受不到一点悲伤啊 动了动迟顿目朽的脑子 半嗓 只能唾骂一句 现在这身体真是矫情 又想起上辈子陷入黑暗之前 有个声音在耳边响起 主角光环 不可争 不可争 既然不可争 为什么又让我重生 是还没看尽兴我前世犹如牢笼困兽的可怜兮兮模样 或者是觉得我上辈子还不够可笑 车内没有一丝声音 也没有人给我的回答 我被带到了别墅里 宁博和华琼已经在沙发上等着了 旁边还有年仅九岁的宁云谦 或许是他们没有想到 来的时候没人给我换一件干净衣服 此时我还穿着养父母家表哥淘汰下来的脏兮兮的礼衣 脚上同样是一双脏兮兮的脱了胶的拖鞋 枯黄的头发都结成了小块 我没有错过他们眼里的一抹诧异和复杂 我不知道他们嫌弃的是我的衣服 还是我这个人 妈妈 旋转楼梯上一个穿着蓬蓬裙 微卷头发 夹着闪闪发卡的女孩 一步一步地从楼梯上走下来 后边还一步一驱地跟着个保姆 她的裙子是真好看啊 鲜艳的颜色 精致的刺绣 绣的是小兔子和花朵 你看 一瞬间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 不得不承认 上辈子我也会被地里羡慕宁亲 哪怕可笑地端着真千金的架子 也会羡慕她 她的父母爱她 为此将我换了让她过上好日子 我的父母也爱她 在我死之前都没几个人知道她是假的 我的哥哥也爱她 处处偏袒她 属于我的都爱她 只有我恨她 我叫宁鱼 被亲生父母找回来之前叫林鱼 生活在小鱼村 所以带一个鱼字 理所当然 到我没有选择 后来宁伯把鱼改为鱼 寓意美玉 我很高兴 像是终于被擦去尘埃的明珠 被人从烂泥堆里捡起 后来才知道 重要的不是寓意 而是读音 鱼啊 不就是鱼吗 在哪里都是多余的 我一生的宿敌叫宁鱼 沁人心提的沁 是宁伯 华琼 共同想出来的名字 带着美好的祝愿和期盼 她之前甚至以后 所拥有的东西 原本都是属于我的 她有一眼识破的心机 也有拥有的 也有拨劣的伪装 但我还是斗不过她 结局是我输了 我不想争了 我累了 我再也不能从他们分出来的一丝关心中感到愉悦了 沁沁 话穷下意识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过去 末了想到什么 只是用复杂的眼神 看向宁沁后边的保姆 保姆也为难地低下了头 宁沁朝我走了过来 就像是天生的敌人一样 她一眼就注意到了 我也可能我穿得着实在这妇人堆里引人注目 像个小乞丐 她后边的保姆都穿得比我好 她揉了揉刚刚哭过还微红的眼睛 语气有些天真 你是谁 你是宝洁陈怡的女儿吗 一模一样的话 宁河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在场的人犹如看客一样注视着我们 前世我是怎样的 哦 前世我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除了惶恐外还忍不住想着这地上真软 铺着一层漂亮的垫子 比潮汐后的沙滩还柔软 人的第一印象很重要 宁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从前世我们的第一面开始我就输得一败涂地 她白白嫩嫩惹人爱 而我面黄鸡兽小家子气惹人闲 我的眼泪巴搭巴搭地流出来 声音小小窃窃窃的 是我妈妈把我卖来的吗 她说我不听话就把我卖掉 鱼鱼没有不听话 我压抑着哭泣的声音 尽量向看客们展现出我害怕 但我要努力克制的小可怜形象 宁沁就喜欢用这招 会立马掀起所有人的同情心 好像全天下就她最可怜 前世我不屑 但现在感觉还挺好玩的 她原本就不聪明 用的招数也不高明 靠着那所谓的主角光环 一路受到一些无脑的偏袒 为此我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 现在我想让她自己 也来尝尝这种滋味 以暴制暴 不是吗 沙发那边响起了 华琼心疼的啜气声 我自厌地想 她真有这么伤心吗 她会猜到 她以后会成为 压死我的其中一根稻草吗 让我看到我的东西 被宁沁一点点占有 我看着我眼前的宁沁 她似乎关注点都在我身上 一抹笑意在她嘴边闪现 我可怜姿态 使她感到愉悦 她像个公主一样 居高临下地 看着比她瘦小的我 施舍般地说道 你怎么这么可怜呢 我等会和我妈妈说一下 你以后 做本小姐的小保姆吧 我内心为她 小丑般的模样发笑 等待着真正半世人的到来 混账 一个看上去四十多岁 雍容华贵的妇人 从门口走进来 她旁边的助理 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 她出口后 大厅一片寂静 连妈妈都停止了啜气 奶奶甜甜的声音 硬性提着裙摆小跑过去 看得出她在奶奶面前很受宠 不过让她伤心的是 宠爱她的大长辈越过了她 蹲在了她认为的小乞丐面前 奶奶摸着我有些枯黄的头发 笑容很是慈祥 你叫什么名字 我收敛了刚刚的装模作样 目光很是平静 我叫林渝 我指着站在我前面几步的宁亲 你们是让我做她的小保姆的吗 我顿时哭着像是受极了委屈 我可以拒绝吗 我不想做别人的小保姆 我妈妈把我卖的钱 我以后会加倍还给你们的 忍不住哽咽 前世她是唯一不受宁亲主角 光环蛊惑的人 也是关注我的成长 看到我的进步 夸奖我的人 当然 我也没有自恋到认为自己 可以战胜宁亲的主角光环 只是奶奶是最注重家族血缘和利益的人 她会因为你是宁家的血脉宠女 也会因为你不是宁家的血脉 而抛弃你 为了卧牢这唯一的关注 我拼命地成长 成长为她满意的模样 即使这样我依旧比不过宁亲 在所有人心里的重量 也会陷入宁亲漏洞百出的陷害中 我想 她最终还是失望了吧 好孩子 奶奶当然不会让你做小保姆 你知道吗 你是奶奶的亲孙女 是我们宁家的小公主 她郑重道 这是说给我听 也是说给客厅里的所有人听 奶奶 呜呜 亲亲才是你的孙女 宁亲跑过来 一把抱住了她 旁边的助手下意识地将她抱开 她挣扎着 哭得更加撕心裂肺 话穷也捂着嘴流着泪 似乎伤心极了 奶奶站起来 牵住我的手 将我带到沙发位上 小鱼是我们宁家的孩子 亲子鉴定结果显示 亲子关系为百分之九十九 助手松开宁亲 将公文包里的亲子鉴定拿了出来 宁亲趁机跑到了话穷身边 话穷难过地抱着她哭了起来 我内心没有一丝波动 前世这种场景经常在家里上演 最后换来的就是对我的埋怨 让我迁就一点 亲亲这么可怜 怎么就不能大度一点 其实就是埋怨我为什么是她的亲生女儿 挡了她和宁亲的母女情深 我们宁家的血脉在外流落四年 当年抱错孩子的事情 我看也有蹊跷 如果是弄错了 没办法追究 如果是刻意为之 我们家也不能让人这么戏弄 她瞥了眼在色缩的宁亲 更何况鱼鱼这孩子 替亲亲在外面受了这么多苦 我看也不管什么丑闻不丑闻 找个好点的日子 把这件事情公布出去 让鱼鱼早点恢复身份 宁伯 你是孩子的父亲 你来决定 坐在沙发上 一直不语的男人点头 脸上严肃的表情没有松懈 她看了一眼妻子 可以 我叫人这几天去办 趁这段时间 让小鱼在家好好养养 至于沁沁 奶奶抢在她前面开了口 虽然我们宁家 不是多养不起一个孩子 但鱼鱼和沁沁 毕竟身份尴尬 沁沁也占了鱼鱼 这么多年的位子 享受了鱼鱼的所有 还是回她该去的地方吧 林家那对夫妇 当年有没有做龌龊的事情 现在还不清楚 不管做没做 但孩子是无辜的 我们宁家也不是不尽人情 以后给亲亲一些资助 也够她舒舒服服地过上一辈子了 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 雷厉风行 趁现在孩子还小 早点回归正轨 话穷怀里的宁沁 似懂非懂 但也知道这是要把她送走 哭嚷着说 爸爸妈妈别不要她 不要把她送走 她以后一定乖乖吃饭 宁云谦在一旁 安抚地帮她顺气 我盯着脚上脏兮兮的凉托 内心没有一点期待 我早就知道 这场闹剧的结局 话穷受不了宁沁 撕心裂肺的哭泣和讨乖 宁博又是个深情霸总 自然是迁就妻子的意思 最后宁沁还是留在了家里 甚至不是很难 我们以一卵双胞胎的名义 生活在一起 身份上一个是宁家的大小姐 一个是二小姐 话穷愧疚地看了我一眼 又不舍得低头看了一眼 怀里的宁沁 妈 要不把亲亲留下吧 她也是我辛辛苦苦 养育了四年的女儿啊 这四年也是一千多天的母女情 我不知道 亲亲她不是我的女儿 我一直以为她 就是我的女儿 我把最好的都给了她 这件事情阴差阳错 说明亲亲和我们有缘分 我们家也不是养不起一个孩子 于于 她也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有亲亲这个办不是更好 我眨了一下眼皮 想嘲讽 她是你辛辛苦苦养育了四年的女儿 可我 你的亲生女儿 不仅没有受到你精心的养育 替别人受了四年的苦 到最后还需要体谅你的辛苦 还要大度地接受你 继续抚养那个偷走我人生的小偷 哪有那么好的事 我扯了一下旁边奶奶的裙摆 她向我看过来 没来得及回话穷的话 我热 我说 所有人都朝我看了过来 现在是八九月的季节 天气炎热 别墅里开着适宜的中央空调 但我穿的是一件可以过秋的破家戎礼衣 衣袖还长出一截 可以说 宁亲的亲生父母 把我和他换了之后 没有给我买过一件衣服 都是捡着亲戚家 孩子不要的 不管大小 不管男女 不裸着就行 助理听到我热 请示需不需要带我去换一件衣服 奶奶点头 但没想到我反抗十分激烈 她有些疑惑 但当下有更重要的事 就让助理把我的衣袖折上去一点 这样有助于散热 众目睽睽下 助理把衣袖折到我的小臂上 露出了大大小小的淤青 不知道是谁倒吸了一口气 华琼推开怀里的宁气 冲到我跟前 但奶奶已经挡在她前面 握着我的手臂质问了 怎么会这样 鱼鱼 你告诉奶奶 谁弄的 华琼在旁边无嘴哭泣 想靠近却又没有机会靠近 林家夫妇喜欢虐待孩子 生活的不如意 让他们习惯在自己女儿身上发泄 儿子是宝 女儿是草 尤其这个女儿还不是亲生的 他们以为调换孩子的事情 永远不会被发现 所以肆无忌惮 你要是敢告诉别人 老子打死你 每一次惩罚后的警告 牢牢记在一个四岁的孩子心里 哪怕他被亲生父母找回了家 他也不敢去告状 只有照顾他的佣人知道 而势力的佣人 不会为一个不受宠的孩子多事 身上的痕迹总会消退 长大后的我也后悔过 当初为什么要隐瞒 自己在林家受的虐待 可能是害怕 也许也有一点点 小小的自尊在里面 那十四岁的我只知道 被人打是不好的 这说明 我一定是那里做错了 所以我不想让爸爸妈妈 看到自己的不好 但现在我都重生回来了 我不想再受这种委屈 该报仇的报仇 我一个四岁的孩子 要什么自尊 这次我不做那个委屈蛋了 我盯着那些亲子 小鱼不听话 爸爸妈妈会惩罚小鱼的 文件家被重重地 摔在大理石茶几上 宁博满脸怒气地站了起来 宁亲被我的伤 吓得哇哇大哭 奶奶分了眼神看过去 怒不可遏地皱眉 这就是在打我们宁家的脸 他们家的孩子 我们当宝一样宠着 鱼鱼这么小的孩子 他们就这么对待 就这样吧 我不想再说什么了 把林沁送回去 把宁亲的姓都改了 林沁 身上这点痛 其实我早就能够忍受了 但是有点点和上辈子偏离的剧情 还是让我觉得有点爽 就是不知道最后宁亲 还能不能继续发挥 他的光环留在这里 用人的速度很快 宁亲的房间很快就被收拾了出来 这是别墅里 仅次于宁博和华琼的卧室 对面就是宁云谦的房间 我撇了别嘴 装小可怜还真有用 前世我可没住上呢 两个月过去 我长了些肉 皮肤也白嫩了不少 五官容貌也渐渐凸显出来 吉宁博和华琼的优点 这是我一直比得过宁亲的 不过上辈子的经历告诉我 不是拥有美貌就会被偏爱 我被找回后没几天 宁亲就被奶奶雷厉风行地送回了林家 虽然华琼犹犹豫豫 但虐待这件事 正好踩在了宁博和奶奶的雷点上 让她的光环失效了 他们也着手处理当年事情的真相 和起诉林家夫妇 虐待孩童 但我知道宁亲的离开只是暂时的 她迟早有一天会回来 这两个月 华琼对我好到不可挑剔 毕竟我也是她怀胎十月生下来的 血脉相连 她想加倍补偿 也想和我培养感情 我也就随她去了 舒舒服服地接受就是了 虽然她有时候会下意识叫我亲亲 也会在某个间歇思念那个她养了四年的孩子 无所谓 重生后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置身于故事的坎坷 里面的起起落落 悲欢酸甜 我感触不到太深 那个大我五岁的哥哥有点疏远我 她虽然比别的孩子聪慧 会礼貌客套地待人接物 但终究做不到像成年人那样 可以掩盖自己的情绪 华琼带我去找她 想要培养我们的兄妹情 她会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拒绝 让华琼无话可说 她没有对我装上虚伪的外套 可能以为我小什么都不懂 看我的眼神中满是冷漠的埋怨 让我以为我是拆散他们 一家四口幸福家庭的强盗 是逼走她妹妹的小乞丐 好吧 某种意义上我确实是 但我为此感到愉悦 这一年十一月中旬 家里为我举办了这辈子第一场生日宴 似乎是为了弥补前几年没有的生日 这场宴会格外盛大 同时也是为了公开我的身份 我被抱在宁伯的怀里 淡定地接受着各种大人物的祝福 他们助我岁岁欢愉 前路坦途 顺岁无鱼 他们夸我长得冰雪可爱 五官都是挑着父母的优点长 那短短几个小时 我真的像极了捧在手心里的公主 但做公主也是有期限的 我是个悼点就会退去光环的心得瑞拉 宁伯需要继续在宴会场地应酬 而华琼则提议想先带着我和宁云谦回家 他这么急切的样子 让我有了些猜测 车开到别墅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半 走到玄关处 华琼松开了一直牵着我的手 快速朝大厅走去 跟在我们后边的宁云谦 也一反常态地少了些稳重 沁沁 宁浸坐在沙发上 穿着一件白色的裙子 看上去懂事了很多 他在华琼怀里怯生生地哭 说着好想爸爸妈妈还有哥哥 沁宝 欢迎回家 我听着不喜欢我的哥哥语气 沾上了喜悦 独自从玄关的一侧回到了房间 好孩子 早睡早起 第二天早上 宁浸已经乖乖地坐在了餐桌旁 想来这两个月 在林家鸡不饱时的日子 让他不再是那个挑食的娇娇小姐了 华琼看我下来 温柔地把我抱起来 放坐在餐凳上 温柔地问我 昨晚睡得好吗 宁云谦的态度也好了不少 会把我够不到的牛奶挪近一点 坐在他旁边的宁亲 畏缩地看着我 一点都看不到当初的大小姐样子 于于 妈妈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妹妹的亲生爸爸妈妈 因为犯了错误 被警察叔叔抓进监狱了 妹妹没有人照顾 也没有地方住 可不可以让妹妹和我们一起生活 我抿了一口牛奶 我一直喝不惯这碗意 兴得难以下咽 安静地听着话穷 说宁亲有多可怜 宁博一早就去了公司 奶奶住在老宅 餐桌上三个人都殷切地在等我的表态 我看了眼 林亲裸露在外的白嫩手臂 垂着结语 这不是爸爸妈妈决定的事吗 我想拒绝 想把他赶出去 想他被人鄙夷 被人看不起 想他像我一样被毒打 想他受我受过的苦 你们还能如我意 话穷摸了摸我的头 欣慰地笑了 小鱼真懂事 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五口了 林家夫妇被宁家送到了监狱 宁亲又从宁家的户口上被踢了出去 以后想不到什么继承权 奶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宁亲 哦不 林亲 最后以命家养女的身份留了下来 我不得不感叹光环的强大 我似乎改变了很多 但似乎什么都没改变 华穷喜欢胸有地公的假象 总喜欢把他的三个孩子安排在一起 但我明显是融入不到他们兄妹中去的 林亲最开始还是老实的 生物的本能让他对我有所顾忌 只能暗戳戳地强调自己在家的存在感 不过我还是忍受不了林亲那副小绿茶的姿态 和华穷撒娇的时候 总是会偷偷地瞄我一眼 像是在炫耀什么所有物 叽叽喳喳又故意在我耳边提起他们一家 在我回来之前一起去过哪里旅游 爸爸妈妈送过他什么礼物 和宁云签的时候更是过分 哥哥你干嘛只签着我 姐姐也在旁边呢 哥哥你是亲亲心中最好的哥哥 我们是一辈子的兄妹 我在旁边听着属实想吐 我懒得应对林亲各种不痛不痒的绿茶公鸡 索性从他前世众多人设里 挑了一个病奄奄的林妹妹给演上了 医疗检查 当然检查不出我有什么 但从出生后就受了四年虐待 身体差一点不是很正常吗 众星捧月的关怀少不了 奶奶从老宅回来把宁伯 话穷说了一遍 吓得林沁跟个小安纯一样 躲在自己房里不敢出来 谁叫他当初亲耳听到 奶奶把他扫地出门的呢 别看林沁现在还小 心眼也不少了 别的不说 我至少不要继续跟在他们兄妹中间 看着林沁青铜段位的茶艺和宁云谦缺少脑干的美丽了 这个人设很吃香 钱是林沁有什么想要的 有什么不如意的 在床上躺几天就有人巴巴送到手 但是这次等人送东西来的是我 卧室门被直接推开 林沁站在门口打亮着他原本住了四年的房间 这是他被接回来后第一次进我的卧室 但没敲门 我不开心了 满屋子粉色的墙面被我一句看着这种颜色 心慌给换成了米白色 各种软妆也丢得丢彻的彻 全部换成了我的喜好 他朝我走过来 看着他因为卧室被我占有改造而发红的眼角 我有一丝丝的兴奋 我不觉得我变态 只是把东西夺回来的感觉 让我暗爽 林沁站在床边 看着坐在床上玩着魔方的我 开始了他的茶言茶语 姐姐对不起 上午我和哥哥聊天 没有注意到你身体不舒服 姐姐你要多多注意身体 不要让爸爸妈妈担心了 之前妈妈一直叫阿姨给我顿补品 有燕窝 银耳羹什么的 我都记不住了 所以我的身体一直很好的 我明白他这几句话的言外之意 我和哥哥关系很好 甚至就没有注意到你的存在 你根本容不尽我们 我不像你给爸爸妈妈添麻烦了 你看 妈妈多宠爱我 是你之前没有享受到的 你气吗 我当然不气了 甚至头都没抬 手速飞快地翻转着手里的魔方 只差一面了 哦 对了 姐姐你看 他拿出一个小巧的三角形的红色祈福袋 往我眼前展示 福袋用烫金刻画了一些风景 还用金丝线绣了几句泛语 还挺精致的 我想 好看吧 这是奶奶在摆天宴的时候 送给我的礼物哦 嗯 好看的我想毁了他 听妈妈说 灵台寺的住持是奶奶的好友 这个福袋是奶奶去灵台寺祈福上香的时候 住持送奶奶的 说是可以保佑她的孙女 一辈子平平安安 顺顺碎碎 我以前还不喜欢戴着呢 和我的好多裙子都不搭 咔搭 魔方的六个面都还原好了 我望向他 所以你来是准备把这个还给我吗 呵 送给孙女的 你确定是你吗 他立马惶恐地把祈福袋收了回去 死死地捂在胸口 泪眼盈盈地摇头 对不起姐姐 我什么都能给你 可这是奶奶给我的礼物 也是对我的祝福 我不能送给你 有没有可能 这叫还 房间的门没关 传来对面卧室的开关门声 小绿茶哭得更凄惨了 活像我要包了他的皮一样 宁云谦走了进来 十二岁的他已经跳级上了初二 嗯不是小学生了 他皱着眉看了我一眼 走到林沁面前 沁沁 怎么了 为什么在哭 林沁像是找到了靠山 一把扑在了宁云谦的怀里 放声哭了起来 哥哥 沁沁好伤心啊 姐姐要奶奶送我的护身符 我可以什么都给姐姐 爸爸妈妈都给姐姐了 房间也都给姐姐了 可是这是奶奶送我的护身符啊 沁沁舍不得 可是我又怕 姐姐会生气 我看着宁云谦 心疼地用指腹 给林沁擦干眼泪 安慰地哄着 沁宝的护身符 就是沁宝的 谁也抢不走 快别伤心了 哭得跟个小花猫一样 林沁转过头 忧愿地看了我一眼 眼底的幸灾乐祸 明晃晃的 宁云谦安慰好林沁后 终于舍得正眼看我了 小鱼 你已经拥有很多了 护身符多的是 更漂亮的也有 你要是想要 哥哥明天 就可以给你买一个回来 别和沁沁争 说完 他就牵着 还在抽气的林沁走了出去 还顺带关了门 我呆坐在床上 顶着墙壁的颜色伴赏 百思不得其解 按道理说都跳极了 不应该是这种智商啊 什么叫沁宝的 就是沁宝的 我说 是我宁愚的 那就是我宁愚的 哪怕我不想要 那也是我的 本来在我的容忍范围内 这些小招数 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事事都要和林沁争个高低 那和前世的我还有什么区别 他现在还只是个小学生 我没必要对他过度内耗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真没意思 但我要恭喜他 这次算是踩在 我容忍度的边缘了 林沁的钢琴弹得很好 这是他名媛名片上 可以写上的优点 前世去各种宴会 都会展示的才能 被各路富家太太 夸得绝无仅有 这得益于较早的引导 和宁家不要钱的 请来钢琴大师的滋滋教导 不过 没人知道 我也会弹 甚至比他还好 那时我只是羡慕他 可以和华琴一起 坐在钢琴凳上 华琴还着他 摆正他手指的姿势 弹得好的时候 会温柔地夸赞他 揉揉他的头发 我甚至不要脸地 把自己带入林沁的角色 好像自己也能感受这种爱意 为此 我在没人看到的地方 暗暗努力 以为只要比他更好 就能得到他所拥有的 但我似乎从未被眷顾 只要林沁表演完 在众目睽睽下 邀我的时候 我永远都谈不出 平时的水准 光环的压制 多么可笑 窗外的树叶 被刮得左右摇摆 夏季的暴风雨 来得猛烈 但不消一刻 就会停止 呼出的气体 渐渐有些沉重 连头都感觉 是平时的两倍重 在很早之前 我就预料到了 这次重感冒 记忆如此深刻的原因 无非就是 这是被找回后 第一次严重到住院 掉了半个月要的感冒 其次就是 林沁在这天去参加了比赛 获得了儿童组 国家级钢琴演奏的一等奖 林沁享受在台上万众瞩目 和华琼陪伴的同时 我被宁博和佣人 送到医院住院 我掏起床边的手机 拨通了老宅的电话 喂 于于 打奶奶电话 有事吗 我听到我的声音 虚弱无助 奶奶我好难受 虚弱是真的 无助是装的 又不是真的烧坏了脑子 怎么会有靠山不用 晚上九点 林沁左手抱着金灿灿的奖杯 右手牵着华琼从车上下来 这是她成为养女这几年最畅快的一天 站在领奖台上享受着万众瞩目 落后者羡慕极度的表情 还有妈妈会心的夸奖 都让她觉得自己依旧是那个千娇百宠的宁家大小姐 望了一眼手里的奖杯 嘴角勾起 姐姐学钢琴好像才启蒙没多久吧 她想回去就给姐姐看看自己的奖杯呢 她握紧华琼的手 仰着头 脸上满是天真懂事 妈妈 以后就让庆庆辅导姐姐弹钢琴吧 庆庆现在弹钢琴都获奖了 华琼笑着 以为自己的这个女儿天真无邪 小孩子心性 纵容着笑道 你呀 才获奖呢 就说要交姐姐了 两个人温馨的氛围 再进入玄关 就被打破了 奶奶端坐在沙发上面路不悦地盯着进门的母女 林庆看到她下意识地躲在了华琼的身后 华琼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温生询问婆婆怎么这么晚来了 也没有让佣人通知一声 奶奶哼笑了一声 阿琼啊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拎得轻的 宁博这些年忙于工作 你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处处周到 你说你养了你背后那个冒牌货 几年有了感情 要把它留下我也能够理解你 但是亲生女儿在家发高烧 孤苦无一地跟在老宅的奶奶打电话求助 你自己却陪着个冒牌货 去参加钢琴比赛 你这个做亲生母亲的 未免让孩子有点心寒呀 我规规矩矩地躺在床上 右手上打着刘志珍 家庭医生刚给我打了退烧针 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但我宁愿闭着眼睛装睡 我给奶奶打完电话后 她很快就到了这边 顺便惊动了在书房 开视频会议的宁博 此时宁博正在我房间里 听着医生说着注意事项 说实话我对宁博没有太大的埋怨 她和奶奶一样更注重血缘 情感嘛 培养一下总会有的 所以前世即使受到 林沁主角光环的影响 她都尽量理性 可是她是一个爱妻如命的男人 加上事物繁忙 所以前世 我被林沁陷害冤枉的时候 她不会质疑话穷的判断 更不会插手 她是个好商人 好丈夫 可她不是个称职的父亲 我听见门口传来急切的脚步声 话穷焦急地跑到我的房间 看着陀红着脸躺在床上的我 乌叶地哭着 她坐在床檐上朝我躬着身子 用手轻柔地感知我脸上的温度 于于 发烧了 怎么不和妈妈说呀 略微有些责备的话 却透着温暖 我的心抹了一下 嗯 麻木的麻 这个时候 我装睡也装不下去了 只当被华穷的话吵醒 妈妈 华穷硬着 宁博走过来 拍着妻子的肩安慰 同时嘱咐我 小鱼 以后不舒服 要告诉爸爸妈妈 或者和保姆阿姨说 我垂着睫毛有些犹豫 这样会不会不好 鱼鱼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鱼鱼是妈妈的女儿 鱼鱼不舒服 妈妈自然会很心疼的 我的语气很是无辜 可是妹妹说 我身体不好 会让爸爸妈妈担心的 我不想爸爸妈妈为我担心 也不想成为你们的累赘 华桥身体一瞬间僵直 又为我后面那句话感到心酸 是林庆要我不要让你们担心的哦 不要怪我不懂事 没有和你们说了 要怪就怪我太懂事了 爸爸很忙 每天要工作到很晚 妈妈要陪妹妹去练琴参加比赛 小鱼不想让爸爸妈妈分心 小鱼以前不舒服 也是熬一熬就好了 我说话一向戳人心窝窝 华琼已经被我操控着情绪 无脸在宁博怀里哭泣 我就知道林庆这孩子 不是个没心眼的 才多大呀 就来鱼鱼面前上眼药 她还是舍不得宁家女儿这个身份 记恨鱼鱼回来 抢了她的位子 奶奶走了进来 我一直信服她的检查能力 毕竟从出生开始 就混上流社会圈层 多少伎俩在她眼前 就是小儿科 林庆这种连小儿科都算不上 所以我一般不会 在她眼前耍机灵 是什么就是什么 林庆她爸妈打了我 那我就把伤展示出来 她跟我说身体不好 会让宁博华琼担心 那我就真的不打扰他们 我只是有点单纯而已 鱼鱼 你听奶奶说 你才是我们宁家的小公主 你的一切就是最重要的 不要听信一些人 在你面前说的话 同时奶奶也要教育 你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她来帮我整了整背脚 面上有些恨铁不成钢 眼里还有些心疼 我点了点头答应得好好的 我当然是最重要的 没有什么能比自己更重要 莫了 我从被子里伸出手 扯着她的手 奶奶 于于刚才睡着的时候 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 房间里的三个人 都被我这句话吸引了注意力 我梦见我很小的时候 奶奶送了一个很漂亮的 红色护身符给我 可是我很小的时候 都没有见过奶奶呀 我又梦见了我一个人 走在一座寺庙里 爸爸妈妈都不见了 一个穿着灰色袍子 头上插着玉簪子的 老爷爷拦住了我 我很害怕 她问我 那个红色的护身符 去哪里了 于于好急 于于记得奶奶 小时候给过我呀 可我怎么找也找不到 老爷爷看我找不到 就生气了 轻轻地推了我一下 我就从十楼摔下去了 于于倒在地上 就看见好多人 围在于于身边 他们都在笑 我像是被噩梦吓着了 眼泪一滴滴地 从眼尾滑落 没入发丝 事到如今 我依旧记得那种痛 话穷连忙安慰我 用纸巾擦干我的泪水 奶奶若有所思 也安慰到 奶奶是给于于准备了礼物 原本是打算 你摆天的时候送的 但是于于被坏人偷走了 回来的时候 奶奶忘记了 明天奶奶就把礼物 给你送过来 旁边的话穷下意识地道 妈 这 她抬眼看了话穷一眼 没说话 话穷也没有说话了 我自然乖巧地点头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毕竟那本来就是我的 不知道是不是达成了计划 这次重感冒 要比前世提前痊愈了不少 不是在医院 孤零零只有一个 不称职的佣人在身旁 而是在家里 由话穷亲自照料 似乎是为了弥补那天的愧疚 果然母爱伟大 灵亲的庆功宴也没了 甚至没有像前世那样 拿着奖杯在我病床前炫耀 护身符也被我拿了 我看着被我拿捏在手心的护身符 其实没那么想要 随手找了个抽屉扔了进去 不过假妹的时候 听佣人小姐姐和护士小姐姐 八卦我们真假千金的狗血事件的时候 听说灵亲在被收回护身符的时候 哭闹了一场 拿回护身符是奶奶派佣人拿的 话穷自然也心疼 灵亲又是个天生绿茶坯子 还有宁云谦这个帮凶狗腿子 虽然灵亲这次落了下风 但我猜被补偿了不少 别墅太大 也是个烦恼 不能亲眼看到八卦现场 像当初灵亲看了我多少笑话 从一开始嘲笑我 即使恢复了身份 却依旧是个土包子 到最后 嘲笑我处处不如他 哪怕他是假的 也依旧有家人的宠爱 容不尽的家庭 容不尽的学校 四次被打压 处处不如灵亲的人生 就像是为了衬托主角的小丑 很挫伤我呢 姐姐 你醒了 快来吃早餐 爸爸妈妈和哥哥 都在这里等很久了 灵亲穿着小白裙 系着围裙 招呼着我过去 今天是我们进入大学的第一天 说来搞笑 这些年他小动作不断 茶艺更是精湛了不少 不过在我这里吃了几次亏后 一点都不像前世那样 是个傻白甜千金了 走起了努力不屈的小白花路线 要说多努力嘛 高考加上特长 还差个几十分 才能上我考上的那所大学 最终还是宁博 花了几百万送进去的 有主角光环的人 怎么可能考不上大学呢 我也为此疑惑 他的光环好像失效很久了 除了钢琴弹得不错 外其余干啥啥不行 好在我也不会被他的光环打压到 可我依旧不敢掉以轻心 我猜想主角光环 也许要等他 遇到他命定的男主 才会发挥作用 而他命定的男主 就是圈里名门中的 名门顾家的独子顾熙 金融系大三再读 宁家和顾家 曾经开玩笑式地指父为婚 按理我和这个开玩笑 得来的未婚夫 有婚约关系 可他只喜欢林沁 那时不知道听谁说 我和顾熙有婚约 我还是挺开心的 误以为他就是我的救赎 在家被忽略 看到自己的家人 宠着一个占有自己人生的女孩 在外受排挤 众人只知道宁家千交百重捧在手心的宁亲小姐 自卑自艳的女孩 再一次燃起希望 那个风流韵质格外优秀的男子 能够带着他走出困境吗 会给他呵护和爱吗 但最后女孩才知道 这不过是压倒他的又一棵稻草罢了 我走过去 他们四人都已经坐好了 长桌上 华熊挨着宁伯坐在一边 宁云谦和林沁坐在他们对面 长桌看似很大 但再多一个人就多余了 算了 做主位吧 林沁这时咬着嘴唇 怯怯地站起来 姐姐 你要不要坐我这里 这一趴都过去了 还来刷存在感 早不说 我捏起一片 吐司笑着 前言不搭后语 我还以为妹妹 签了什么影视公司呢 这么会演 怎么会呢 姐姐 亲亲今天才上大学 以后想当个钢琴家 娱乐圈那么复杂 我不会去那种地方的 呵 还嫌弃起别的职业来了 话穷温生说道 不去那种地方是好的 亲亲你坐吧 你姐姐不会这么小气的 你呀太懂事了 下次做早餐这种事 就让佣人去做 你也是爸爸妈妈的女儿 宁家的小姐 每天开开心心地 去享受生活就可以了 林沁顿时渲然若气 亲亲是怕姐姐不喜欢我 怕爸爸妈妈抛弃我 要不是爸爸妈妈 把我留下来 亲亲一定活不下去的 所以亲亲想为家里 多做一点 虽然又被林沁 无端攻击 但我没有说话 安静地吃着自己面前的餐点 宁云谦把土丝片 均匀地涂上果酱 递给他旁边的林沁 温柔地安慰道 爸妈不会这样的 林沁旁边的佣人 应和安慰 是呀亲亲小姐 大小姐都只做了 先生夫人十四年的女儿 而你做了先生夫人 十八年的女儿 此话一出 餐桌上安静了一瞬 我抬起眼去瞧 是哪个佣人 这些年 家里的佣人 换了一茶又一茶 我没见过 有个这么没脑子的 那个佣人意识到 自己说错了话 战战兢兢地站在林沁旁边 小脸清秀 脸色苍白 倒是和林沁是一个类型的 这么一看 我倒是认出了她 林沁在家的忠实狗腿 可能这一世林沁没混得好的原因 导致她也没有鸡犬升天 只是在宁家厨房打打杂的小女佣 前世林沁 还是宁家百般宠爱的小公主时 这个叫小夏的小女佣 要比我这个真千金 还要有存在感 被林沁洗脑到一心认定 林沁这个要封的封的冒牌货 会被我这个毫无存在感的 真千金欺压 什么事都会挡在她前面 为她出头 有意无意地针对当时的我 什么新采购的书果 要先给沁沁小姐尝 林沁故意把话穷请设计师 给她设计的演出服 放在公共场所 让我以为是话穷给我买的 又让小夏出来说这是沁沁小姐的衣服 让我别碰 去钢琴房练琴的时候 挡着不让我进去 说沁沁小姐在里面 让我不要打扰她 现在想想好气哦 不过林沁也没想到 这一次她的队友竟然是个猪脑子 也算是阴沟里翻船了 宁博把餐勺放下 声音不怒自威 你是什么时候被招进来的 不议论主家这一条原则 进来之前没有培训吗 先生对不起 是我说错话了 小夏急忙鞠躬认错 在宁家当用人的待遇丰厚 且工作轻松 家里困难的她 不想因此丢了这份肥差 你被辞退了 等会让管家把这个月工资给你结了 宁博发话 小夏哭嚷着 还想向林沁求情 希望她的沁沁小姐 能够帮她一把让她留在这里 但很可惜 沁沁小姐不是前世的沁沁小姐 已经自顾不暇了 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下一秒 这个前世作威作福的小女佣 还没出场半个小时 就被管家给带走了 不知道她厚不厚悔 不顾自身实力 被林沁洗脑的一腔热血 去为她打抱不平 但厚不厚悔 又关我什么事呢 姐姐对不起 我不知道小夏会这么说 我只是舍不得爸爸妈妈和哥哥 我没有这个意思 说完又开始哭了 妈妈 要不我还是走吧 你们已经抚养亲亲十八年了 如果我还待在家里 姐姐会不高兴的 我哼笑一声 光说不做假把事 想走就走呗 她似乎没有料到 我会说出这句话 哭声一顿 我不知道姐姐对我意见这么大 我只是舍不得爸爸妈妈 话穷在旁边拍了拍我的手 好了 你们都是妈妈的女儿 谁也不能走 我内心没有一丝波澜 这一次我没有受到 林沁光环的压制 我展现出了 基因自带的优势 我优雅漂亮 受人追捧 会很多特长 得过很多奖 是圈里公认的千金 是奶奶 话穷赴艳时 可以拿去夸赞的好孙女 好女儿 我在家里没有被忽略 在学校刻意低调 也受很多人喜欢 林沁现在只是个洋女 不敢像前世那样嚣张 只敢在别人面前上上眼药 上辈子渴求的这辈子 很轻松就得到了 但我没有 我以为的那样快乐 前世给一颗糖 就可以感受十倍的幸福 可前世没有 哪怕现在拥有一百颗糖 也没有一点意义 上辈子感受不到爱 这辈子也不愿去感受了 早餐吃得大家都不高兴 饭后就准备去学校 走之前宁博掏出一张黑金卡给我 小鱼 你现在也成年上大学了 爸爸给你一张不限额的黑卡 以后你在公司的分红 也会打到卡上 自己平时想买什么就去买 我自然地接过 这张不限额的黑卡 冲淡了一点不开心 林庆走过来 姐姐 我好羡慕你啊 爸爸好疼你 说完落寞地垂下了头 用手搅着裙子 是呢 爸爸 当然疼亲女儿啊 宁博虽然有时顺着妻子 给林庆钱 让他享受富裕的物质生活 但是股份 那是一分不给 我看林庆盯着那张黑卡 眼睛都红了 话穷说道 阿伯 也给庆庆几百万吧 现在这些小年轻 要花钱的地方很多 宁博又从公文包里 掏出一张普通的银行卡 谢谢爸爸 但是庆庆不能要的 我懒得理他的欲据还迎 自己先上了车 没过一会林庆也匆匆上了车 微红着脸 手里明晃晃地拿着两张银行卡 姐姐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都怪哥哥 硬是拖着我 给了一张卡给我 我瞥过眼 冷声嘲讽 没事的妹妹 你不是说要走吗 现在多拿点好好享受一下 林庆也不甘示弱 妈妈说舍不得我走的 车里空间不大 挡板挡住了驾驶位上的司机 空间一瞬间微宁 我笑了一声 妹妹的爸爸妈妈 好像从牢里行满释放了吧 看到林庆小脸煞白 我才满意地别开眼 大学离家不远 车程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司机停车后 我就自己直接走了 司机和后边车的佣人 还在为林庆拿行李 林庆选择住校 周六周日回宁家 而奶奶为我直接在大学不远处 买了一套高级公寓 我走在校园梧桐树下 两旁来来往往的大学生 拒绝了两个要加微信的学长 我看向林英尽头的一座建筑 那是艺术系的教学楼 带一点民国调调 我仰头看向最高层 十楼 阳光刺眼 我眯着眼睛好像回到了前世 大三的时候 林庆约我来这里谈话 当时顾家想要我和顾熙完成婚约 加强宁家和顾家的合作 可我已经知道顾熙不喜欢我 而是喜欢宁家的假千金宁亲 但顾家只认血缘 宁亲来找我应该是 让我主动去解除婚约的 我站在十楼的天台上 手里拿着刚刚诊断出来的抑郁症证明 看着下面充满生机的蝉鸣和梧桐树 一瞬间想要带着所有的脆弱委屈一跃而下 裹挟着他们 把他们摔得粉碎 林庆久久未到 我站在天台边缘 看着下边的人来人往 听到后面响动的一瞬间 背部受到一股推力 我真的从十楼坠落了 与其与我商量 低声下气请求我主动去退出婚约 交贵了二十年的宁亲想 不如就让我消失在这个时间吧 这样就没有人挡着他的路了 这个世界上就真真正正 只有他宁亲一个宁家的女儿了 我握在手里的那张心理诊断 就是为他脱罪的最好证明 我收回追忆的目光 走向新生报道处 新生开学没多久 校运会如期举行 坐我旁边的秋美 问我要不要参加比赛 我摇头拒绝 真的不参加吗 于于 你长得这么漂亮 要是参加了 不得给我们美院长脸 不得迷死对面 其他戏的男生 还加学分哦 秋美的语气 着实有点夸张 我笑了笑 不聊 我运动细胞不好 怕脸没长 反倒丢了 哎 好吧 他垂头丧气 哎 我好整以侠地看着他 知道他还有话没说 既然于美人不去参加比赛 那就加入我们拉拉队吧 刚好还差一人 我是不会告诉你我 专门给你留了一个名额 我无奈 但秋美是我在学校认识的 为数不多的同学 也不好扶她面子 太好了 亲亲 秋美眉皮眉脸地 撅着嘴凑过来 被我嫌弃地挡了回去 对了 明天下午两点 就是咱们美院和金融系 医学院 艺术系的篮球队抗赛 咱们这边也没什么着装要求 毕竟要打过金融系 和医学系很难 与美人记得穿得漂亮一点来哦 她凑在我耳边 有帅哥 走进体育馆的时候 里面场子已经很热火了 今天体育馆人很多 听秋美说 是为了看大三金融系 和医学系的两大校草 阶梯座椅上 乌泱泱地坐满了人 我没有预料到 林沁也在这里 想来也不奇怪 她就是艺术系的吗 她坐在阶梯座椅的第一排 周围已经有七八个收拢的小跟班 安前马后了 由于我是从后边来的 她并没有看到我 而是一直朝着金融系的阵营看去 只是 林沁这么早就开始和顾兮接触了 我记得前世 她嗲着声在我旁边炫耀 我和顾兮哥哥是大二的时候 一起参加活动认识的 秋美看着我一直盯着林沁那一群人 在我旁边小声的八卦 那是艺术系的拉拉队 可能也是觉得没什么胜算 所以也没有统一衣服 哎 你看到那个座中间穿着粉色蓬蓬裙的了吗 她说的是林沁 我点头 你知道她是谁部 她是宁家的千金小姐 就是我们是数一数二的那个宁家 我听我朋友说她也是他们戏里最近选出的戏画 你看 她的那条裙子是C家的新品 七八万呢 说完她抿了抿嘴 声音细弱油丝 我怀疑她是刷票刷上去的戏画 小鱼 不是我羡慕极度哈 我爸是个工程师 之前在宁市上班 年会的时候我看到过宁市的总裁和总裁夫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千金小姐要么是简的 要么就是基因突变 这倒是真的 林沁遗传了她爸妈的五短身材和平庸的长相 靠着这些年昂贵的护肤品和衣美 加上由设计师设计的穿搭 勉强算个清秀美人 成为细花有点假 成为艺术系的细花 让人怀疑审美了 不知道秋美的脑袋瓜子又在想什么 一瞬间就一模了 要是我也是千金小姐多好 有这么多人围着捧脚 我知道她说的是 羡慕有这么多人去巴结奉承临沁 你望着那山高 其实那山也没柴烧 秋美点点头 确实 我觉得我家还是挺幸福的 电视剧里都说了 这种豪门里面是非多 很快艺术系和美院的比拼就开始了 角逐出来后再和金融系医学院PK 两边的拉拉队也准备就绪 意外发生了 因为给两边划分的拉拉队 占地面积不大 我们都是分批次去助威的 我是第三批 秋美是第一批 因为体育馆构造的问题 两方拉拉队是在一起的 结果场地上两方拉拉队反倒起了冲突 其因是美院一名女同学在喊加油的时候 不小心踩到了林沁 场子只有这么小 难免会有被踩到的情况出现 也有不少人被踩到了 于是美院的那名同学就向林沁口头道歉了 可她踩到的是谁呀 是宁家的千金小姐 林沁身边的几个小姐妹立马上去推倒了那名女生 要求她下跪道歉 祈求宁小姐的原谅 顺便挫挫美院的威风 林沁站在一旁 有几个人给她腾出来的空地上 高高在上地俯视着倒在地上的女生 嘴上温温柔柔地说着 哎呀 踩到我倒没事 虽然有点痛 要是踩到别的同学就不好了 却迟迟没叫她的几个小跟班放过地上那个女孩 美院的人也受不了这个气 大家都是家里骄养长大的孩子 谁愿意低声下气吃闷亏 在众目睽睽几百人的体育馆下跪 只怕这个女生以后会被羞辱地退学 不就是被踩了一下吗 这块地就这么大 大家多多少少都被踩了 你要是这么娇贵来当什么拉拉队员呢 秋美上前准备扶起倒在地上的女孩 又被旁边站着的小跟班推了一下 摔了一个屁股蹲 小跟班嚣张 谁叫你扶她起来的呀 你知道她踩的是谁吗 沁沁是宁家的千金小姐 宁家 知道吗 你要是把她踩伤了 你们赔得起吗 让你下跪认错 已经是大发慈悲了 算了吧 思思 我没事的 林沁在旁边假惺惺地劝道 亭亭玉力地站在保护圈里 我拿着手里的矿泉水 走向拉拉队的地方 前面的一堆人看到 我要往事故中心去 自觉挤着给我让了一条小道 宁家小姐 好大的威风啊 林沁 宁和林读音很像 但这个林字 我说得格外清晰 林沁似乎没想 我会出现在这里 脸上爬满了慌张 姐姐 你怎么会在这 是了 我从来不在外边 刻意说自己是宁家的女儿 大一的刻不多 我平时没事 就回了公寓 很少参加校园活动 要不是秋美邀请我 我也不会参加这个拉拉队 更不会知道这个冒牌货 打着真千金的名义 在作威作福 我蹲下去扶起秋美 她已经委屈得眼眶通红 又急着跟我说 鱼鱼 你别和他们争 不然他们会欺负你的 我示意她不要急 思思算了 真的算了 这次林沁是真急了 可她的那个叫思思的跟班 显然没有get到她的意思 还以为她欲聚还迎呢 嚣张地抱着手臂 仰起头 你是谁啊 沁沁叫你姐姐 你不会是宁家的那个养女吧 宁家养的狗 也敢在主人面前叫嚣 林沁脸色有点不好看 我看向林沁 我是养女 林沁急忙解释 不是的 不是的 姐姐 思思不是这个意思 她不清楚我们的事情 林沁怕死了 怕我当着这么多人 把真相说出来 可她越怕越不想 我就越要反其道而行之 我振声 让清冷的声音 能够让周围人都听见 林沁 我们宁家好吃好喝养你这么多年 你就是这么在外面败坏我的名声的 这句话说出来 结合林沁慌张的神色 大家都明白了真相 原来林沁才是宁家那个养女 借着人家真千金的名声 在外边作威作福 还败坏人家真千金的名声 余光看到旁边秋美一脸震惊 对面几个林沁的小跟班 也为了神气一脸慌张地看着我 这件事我会回去和奶奶爸爸说的 你好自为之 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边 我扶着秋美走向了观众席 那名摔倒的女孩也由朋友扶了起来 走之前一直感觉有道目光注视着我 回头一看 是坐在对面前挤排的顾熙 看到我发现了她 还朝我笑了笑 难道男主想为林沁打抱不平 揭露林沁身份后 我和秋美还有那个被推倒的女孩 就申请退出了拉拉队 趁着运动会后的长假 我回了趟老宅 奶奶坐在后花园的摇椅上 年近七十了 即使保养得当 也长出了一些白发和皱纹 不过依旧精神异异 上了大学后 我很少回宁家 周六 周日 有时间就会回老宅 奶奶也为我准备了一间房 我坐在她旁边 管家适时端上一杯花茶 林沁那件事我听说了 我也给你爸爸通了气 暂时停了他的卡 也没有给他派用人司机了 我抿了一口温热的花茶 安静地点了点头 我对给予她的惩罚 没什么看法 也总有人护着她 将她身份揭露后的后果 够她喝一壶的了 奶奶叹了一口气 你呀 平时看着你乖乖巧巧的 但奶奶总觉得你不开心 我拿着杯子是手一顿 没有啊奶奶 我已经很开心了 我知道你是院家里当初把林沁留了下来 你妈妈也是眼下心忙护着那个冒牌货 你爸爸倒是看得清 但又得顺着你妈 你哥哥呢 又自以为对这个妹妹有责任 让你受了不少委屈 不过鱼鱼呀 你放心 她越不过你的 你爸还算理智 宁家的股份 她是一分 也别想占 她笑着 现在这圈子里 哪家夫人不知道 我们的鱼鱼优秀啊 前几天和顾家太太聊天的时候 她还表示 对你满意的不得了 说什么时候 让你和她儿子见上一面 我说我可舍不得 那奶奶对鱼鱼也满意吗 奶奶笑出声 奶奶当然满意了 我放下了茶杯 奶奶满意就好 鱼鱼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只在乎奶奶 也算了却了前世的一个遗憾了 假期过得很快 返学后 很少听到林沁的消息了 我想她最近应该会低调做人 今天的课程上到了下午五六节 走出教学楼后 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宁云谦开着车子停在了美院教学楼楼下 按理说她要找她妹妹 也应该是去艺术系找林沁 在美院楼下 等我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为林沁兴诗问罪来的 我无视她 直接背着包绕开了 她挡在我前边 小鱼 哥哥想找你聊聊 看着望过来的视线越来越多 我示意她找个僻静的地方 大学生都喜欢吃瓜 我不想第二天 又多出什么八卦新闻 我们最终去了图书馆后侧的小道 这里很少人来离校门又近 听完宁云谦的废话后 就可以回公寓了 你想说什么 说吧 我的语气很平淡 宁云谦无奈地看着我 小鱼不要这样 亲亲做的事我听说了 哥哥还是希望你原谅他 他也很愧疚 在家天天说对不起你 亲亲他也挺可怜的 我直接气笑了 宁云谦 你没事吧 看着你的履历 觉得你不应该是这种智商啊 林庆可怜 是啊 他多可怜 可怜他爸妈 为了让他过上好日子 将我和他调包 让他享受四年的重心捧月 可怜他没有受过四年毒打 没有遍体鳞伤 可怜他没有吃不饱穿不暖 可怜他即使被发现了身份 依旧可以过上千金小姐的生活 宁云谦疲倦似的捏了捏鼻梁 鱼鱼 亲亲他孤身一人没有家了 相当于一个孤儿 你又何必和他计较 他为什么会孤身一人 他爸妈为什么会坐牢 你不知道 你说他没有家了 哥哥 从我被换走的那一刻 我就没有家了 宁云谦正愣在原地 天色渐渐暗下去 我无心和他继续 废口舌刚准备走 就看见两个中年男女 扯着林沁进了这个巷子 那对男女拉里拉他 但那个样子 我永远记得 童年可怕的回忆蜂拥而至 忍不住退后了半步 宁云谦察觉了情况 扯着我躲在了一排公告栏后面 别怕 我白了他一眼 有什么好怕的 这个公告栏离巷子很近 虽然看不到 但可以很清楚地 听到外边的谈话 我不是说了 不要再来找我要钱了吗 上个月给你们的几十万 还不够吗 为什么又来找我 林沁的声音很是尖锐 女儿啊 你就再给点吧 爸爸妈妈从监狱出来不容易 找工作都没人要 你爸又喜欢喝酒赌钱 这钱又不能生蛋 自然是用着用着就没了 别叫我女儿 我才没有你们这样邋遢的爸妈 我爸是宁氏的董事长宁博 我妈是宁氏的太太花穷 她的一生 伴随着宁亲的尖叫 你敢打我 嘶哑粗狂的男生想起 打你怎么了 你是我女儿 我想打就打 还不认老子 在凤凰堆里 当了几年冒牌货 就不认亲爹娘了 要不是当年你妈 把你和人家亲生地换了 你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老子告诉你 这个月给我准备五十万 不然我就叫电视台来采访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个冒牌货 看你到时候怎么混 林沁似乎被吓到了 连忙示弱 我现在真的没有这么多钱 我在宁家也不受待见 家里那个老太婆 处处偏袒宁鱼 已经让爸让宁伯 停了我的卡了 那怎么办 反正我不管 一个月之后 我就要见到那么多的钱 那你当初把宁鱼 换回去的时候 怎么不把她掐死 我现在只是个养女 又没有股份 哪里可以随便拿 那么多钱出来 林沁的心思 活络了起来 要是那个老太婆死了 或者宁鱼死了 我就是宁家真正的大小姐了 到时候 你们想要多少钱 都不是问题 感谢宁云谦 如果不是 她约我出来谈话 我就不会听到这么精彩的 想要谋害我的对话了 也感谢自己 为了方便选择了 这么个鸡脚嘎啦 还带了支录音笔 等到那一家三口密谋走后 我和宁云谦 才从公告栏后面出来 这就是你说的可怜妹妹 她似乎有点愤怒 还有点愧疚 于于 怕她又说什么废话 我直接转身走人 她追上我 哥哥送你回去吧 路上不安全 我没有说话 冷淡的表情 明显表达了我的拒绝 我一心想和她保持距离 她拗不过我 只能开着车 在我后边跟着 可是这又怎样 以为我会很感动 以为这样就能弥补以前 让我受到的委屈 迟来的深情敌草剑 亲情同理 回公寓的路上 遇到了男主顾熙 没有想到 她也住在这栋公寓 而且住在我楼下 宁小姐 你好 我是顾熙 我们之前在篮球比赛上见过 你好 顾先生 我握紧了手提袋 生怕她来抢我的录音笔 宁小姐也是住这栋公寓 我点头 我可以叫你小鱼吗 或者鱼鱼 我礼貌道 只是个代号 顾先生请便 电梯很快到了她的楼层 那鱼鱼 我们下次见 回公寓后 怕奶奶受不了 我先把录音发给了宁博 很快收到了她的回复 她帮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让我放松心情 派了两个保镖在我周围 并且向我保证三天内解决这件事 当天半夜的时候 华琼给我发了视频通话 应该是宁博给她听了录音 我想 养女为了供养亲生父母 要谋害自己亲生女儿和婆婆 这个时候 她应该不会又顾念起她和宁卿的母女情了吧 但我依旧没有接电话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手机显示有几十个未接电话和视频通话了 有话琼的 也有宁云签的 几乎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个 应该是整晚没睡 但我睡得很好 就像他们把林沁重新接回来的那晚一样 手机又切换到了视频通话 我点了接通 画面里 华琼哭的眼睛都红肿了起来 于于 妈妈的女儿 妈妈对不起你 是妈妈瞎了眼 把林沁带回了家 你不要怪妈妈好不好 我摇了摇头 不怪 我说 没有爱也就不会怪 没有渴望也就不会产生失望 怪罪这种感情 对我们来说太奢侈 当天下午在业主群 得知我对门的公寓 被人买了下来 买主是宁云签 他发来消息说 我一个人住在这里 他不放心 他就在对门 守着保护我 我无所谓他 按照宁家的实力 对付两个刚从监狱出来的夫妇 根本就是轻而易举 我也很难有什么危险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门铃响起 我通过智能猫眼设备 看到门外的是顾熙 顾熙 我依旧有些警惕 顾先生有事吗 顾熙对着监控 扬了扬手里买的甜点包装袋 于于 我听你同学说你请假了 想着你住在我楼上 就顺便来看看你 是身体不舒服吗 我把门打开 虽然不知道顾熙是什么意思 但是得顾及顾家 把人关在外面 着实失礼 顾熙很懂分寸 只站在门口 将手里的甜品袋递给我 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 对面的门就打开了 宁云谦穿着家居服 快步挡在了我和顾熙的中间 又失了往日的温润公子形象 上下打亮着他面前的顾熙 都是一个圈子的人 大家难免在聚会上碰见 对彼此也有印象 顾熙镇定自若 礼貌地点头 宁哥 宁云谦没有回应他 只是转过头 有些低声下气地劝道我 于于 现在多危险 怎么能给陌生男人开门呢 以后有什么事情 先给哥哥打电话好不好 本来不想收顾熙的甜品 但宁云谦在这里也不好和他推推句句耽误时间 向他道谢后就退后一步 把门给关了 手机里收到宁云谦的消息轰炸 于于喜欢吃甜点吗 哥哥带你去多买点好吗 中午想吃什么 哥哥上完班后给你带回来 哥哥感觉顾熙这小子对你有想法 虽说他能力还行 但于于没必要顾及你们的婚约搭理他 这个婚约不算数的 一个星期后 我重返了学校 宁云谦想开着车子送我 面对他时不时地献殷勤 我是真的有点烦 他似乎以为这样做 就可以弥补内心的愧疚 不可能的 你能不能不要再来打扰我 做这么多有意义吗 你知道吗 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林沁的哥哥 你会为了他埋怨我 害得他没了家 也会要求我让着他 说他的就是他的谁也抢不走 辅导他学习替他说话 从小到大你 作为哥哥所有的责任 和对妹妹所有的关心呵护 都给了林沁 我也很早就没有把你当成我的哥哥 所以 宁云谦 何必呢 说完 没有管他的脸色多苍白 我就自己走了 学校里 林沁已经退学不知去向 去老宅的时候听奶奶说 林沁的亲生父亲又被送进了牢狱 只怕这辈子都出不来了 因为他们的计划还没有实施 就被我们发现 虽然有录音 但不足以去判定他们的法律责任 但那个男人好赌 在宁家的操作下 他欠的高利贷越来越多 他每天只能催林沁给他打钱 可林沁怎么会有钱呢 华琼已经对他深恶痛绝 将他赶出了宁家 并向所有人公开了他的恶毒 林沁自然跪在地上 哭得一把鼻涕 一把泪说自己糊涂了 求华琼再给他一次机会 看华琼不理 他也就丧失了理智 说了一顿桑尽天良的话 气得华琼在床上躺了半个月 这边不给钱 那边逼得紧 在他爸说不给钱 就把他卖了赚彩礼钱的威胁下 他把之前的一些名牌衣服包包 都当二手的卖了 换了几百万 自己没留多少 就被他爸给抢了 可赌博是个无底洞啊 没多久 这钱又被输得精光 可林沁哪里还有钱 最后 他爸被高利贷追着还债 丢了一条腿 在发生冲突的时候 误伤了一个人 被宁家又送进了监狱 这个债务就落在了林沁和他妈身上 至于林沁和他妈 就此销声匿迹 大三那年 我在八卦新闻上看到了他的消息 震惊 十八线清秀小花 带床禁足 评论下面都是对他的吐槽 我没想到他最终还是选择他曾经看不起的职业 不过想想也不意外 由摄入减难 他需要来钱快的工作来满足他从出生以来就过着的生活 现在的二三十万对他来说可不是当初宁伯随随便便给他的零花钱 这也算是宁家富裕生活给他带来的唯一报应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一场宴会上 我站在二楼的贵宾区远远地看着他穿得浓装艳抹 旁边是一个还没有他高的精瘦男人 男人像老宝一样将他介绍给各种穿着西装 长相夸张的男人 去洗手间的时候 听到他被戴着金镯子的女人堵住扇了一巴掌 女人骂得很难听 林庆叫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宁家千金 女人呸了一声 就你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个冒牌货 就是个洋女 宁夫人消息都公开了 你就是个白眼狼 还说自己是宁家千金 你也不照照镜子 你配吗 哪个千金会勾搭男人 你可别又败坏了人家千金的名声 我本来想等他们解决完出去的 可他们战线拉得实在太长了 戴金镯子的胖女人 先看到我善笑道 宁宁小姐 没想到你也来参加了这次宴会啊 林庆反应过来 回头看向我 眼中满是怨恨 宁愚 她又丧失了理智 都是你 都是你 你为什么要被找回来 你为什么不死在外边 眼看她越来越疯狂 金镯子夫人赶紧扯住她 宁小姐快走 出了这种事奶奶很后悔 叫我去参加这次宴会 并放话以后 不想再看到林庆 那个金镯子夫人 帮我制止了林庆 宁家也给她娘家不少好处 让她老公也不敢在外面 拈花惹草 大三快结束了 我和奶奶商量 决定去国外进修 并顺利获得了老师的推荐 并不是因为 我是宁家的千金 而推荐我去 而是来自我对自己专业的热爱 而推荐我去 奶奶自然同意 嘱咐我出国之前回家看看 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 她说华琼很想我 出国的前一天 我回了烫家 华琼亲自下厨 说实话并不好吃 宁博和宁云谦都回来了 我们一起吃了晚餐 华琼似乎要把满腔母爱 倾倒在我身上 去国外的每一条每一点 都帮我打理得格外周到细致 我礼貌道谢 她试探地问我在我不忙的时候 可不可以来看我 我犹豫了 飞机冲向云霄 穿过云层 我躺在商业座椅上休憩 越感觉就越觉得 坐在旁边五官立体 戴着墨镜的男人 有点熟悉 我侧过一点头去看 正好迎上她望过来的目光 她摘下墨镜 向我伸出手 宁学妹好 我是医学院的江琪 前年篮球赛 我们见过的 我想起那天在篮球场 自己去拆穿林浸的时候 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 扶秋美离开的时候 有个高大的穿着黑色球衣的男子 把矿泉水从我手里抽走了 拉拉队本就有送水的职责 所以当时也没有很意外 只是难得地看了那个人的脸 我回沃她 你好 江学长 在二十岁的这一年 我又开启了我另一次的重生 儿子 我还可以做 那些人 我这样 atl子 每一